陆元祺姐弟恋差11岁 儿女接纳实习小爸 陆元祺和小胖老师原为人 2016年签字离婚 去年10月原为人在上海因脑溢血昏迷 陆元祺带着儿女到上海探视 而当时小胖老师身边的上海新婚 菲林也浮出台面 珍惜这种剩下的关系 不过48岁的陆元祺身边 也不乏追求者 据经周刊报道 陆元祺和一名毛毛男前手约会 且对方已开口求婚 据悉这位小胖11岁的新男友 吕先生在电商业做行销 两人是开团时合作认识 陆元祺一度犹豫对方 真的想要我太多 但上海行后让他决定 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陆元祺还偷了儿子 一直拿放大镜检视新男友 但又对他很好 宝宝和妹头都跟我男友很好 他们跟爸爸的女友也很好 是懂事又成熟的孩子 另外他也会跟小男友请教 年轻人在想些什么 双方很谈的来 这陆元祺的22岁时创立日本代购网站 2007年更创下1亿元年营收 登上全台最大代购网宝座 其实去年11月 园艺跟园蓉去上海探望园为人 返台时就是由陆元祺接送他们回家 艳然已经是个小爸爸的角色 旅游东新闻 恭喜找到第二圈哦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